除了苏花公路强修之外 持续来关心这次的地震搜救进度 全台各特搜救队缤纷多路 持续搜救包括受困酒驱动的游客 在沙卡档失联的一家无口等灾区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每一位的失联民众 终于降落地面 经营酒店的受困民众一下直升机直奔向前 身穿粉色衣服有33周的孕妇挺着大肚子 跟着外籍老公孩子一起被救出 小女孩警报特搜队叔叔的臂弯好安心 那地震有没有很可怕 没有喝水水啊 也没有吃东西啊 特搜队叔叔蹲下身拿面包给女同果腹 也治疗一旁脚部肿胀感染的民众 地震第三天 泰鲁隔天响和绿水目前受困超过600人 特搜队员5号一早兵分三路 以经酒店为据点派出两批人马 前往绿水河流营地和酒驱动 另一边靠近沙卡当的指挥所 再派出人马救援 其中在绿水营地找出18位民众 两人有糖尿病和腰伤需要送医 国军六个单位的支援部队也开着大卡车 上头有雷达收纳探测机 跟着特送弟兄前往沙卡当 配合开挖执行科技搜救 据我所知 那道路抢通的困难度还是有的 因为落实不断 本来的那个道路被那个土石堆买的 所以在处理上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我们希望在天后还没有 严重影响之前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完成我们的收救工作 九区栋断粮两天受困民众饥饿难耐 幸好早上特殊队员已经送达物资 另外在西保国小也有超过50名食生断粮 套售队员会立刻安排空头补充足够的粮食和水 记者林明清 陈一鲁 徐徐律请往下信欢迎报道 游幸福奇一家五口出游 泰鲁阁直播留念 却没想到成了最后身影 长征后第三天搜救队马不停蹄抢救 最后一次的时候是跟我说他要回来这里 拜拜祭祖 我说好你回去 可是要大家都平安 游幸福奇的母亲一早就心急跑到事发现场等待结果 母亲表示他们在事发前有通知说要回去祭祖 但却再也没接到消息 至今失联已经超过39个小时 根据目前了解到沙卡当这里 是有一家五口级21岁胡姓小姐失联的状况 目前搜救人员已经巡获两人已无生命迹象 身份还在厘清当中 搜救行动今天5号一早持续进行中 出动多台车辆行驶至隧道内搜索 可以从画面中看到泰鲁格沙卡当步道摊坊严重 尤其隧道内状况险峻 救难人员出动搜救船与生命探测 以徒步进入较危险区搜索 有一部分要涉溪的地方是已经水深及凶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有些搜救人员是 着水域装备要去执行搜救 高雄救难队也出动数十人并表示所有步道都已经塌陷 只能下到河床部分 后续可能会利用速溪的方式进行搜索 目前那个执行的单位有六个单位 六个单位总共是56人8全收救权 那国军的部分有20人在现场配合做开挖 接下来有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会造成搜救困难 目前出动国军开挖及科技搜救 希望三方合力能尽快找到失踪者让家属放心 记者丫押足成一如学历请王家切换链报导 特殊队员带箱装备一路向前奔跑 道路上散落大大小小石块 渡途相当颠簸 道路几乎被树枝落石占满路边护栏断歪斜 特殊队员跑过重重障碍 好不容易抵达九曲洞隧道 这里是九曲洞隧道对外的道路 目前落石平凡 长征后第三天持续展开搜救行动 五号一早特殊队员以徒步方式前往九曲洞 因为还有人受困在内 九曲洞那边有九位民众 那边的安全状况是没有疑虑的 早上我们接触的时候已经 攜带两天份的粮食 先攻击他们 因为九曲洞附近道路落石不断 也无法进行要挂 多名特殊队员全副武装 只能以徒步方式前往救援 成功接触到九曲洞内受困民众 索性全体状况良好 没有生命危险 经评估后确定可以向东 将受困人员带下山 其中一名男子手脚有伤 先在隧道内做紧急包扎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三日花莲墙震发生后 道路摊坊 不少民众受困九曲洞 虽然水源充足但食物短缺 而且渔正不断 未来恐变天下大雨 担心九曲洞成为孤岛特殊队抢快 要将人员救出 四个县市我们共同组一个连队 我们派出我们县市最强的精英 我们去快攻 中文还是有不断的落实 所以就是在行走的部分 就是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因为考量到天后的因素 我们还是尽量还是以下策为原则 5号早上7点半出发 特殊队以徒步方式 从175公里处走了1小时 约3公里抵达九曲洞隧道 10点多成功将受困九人全部撤出 长症后第三天母女俩终于团聚 紧紧相拥袭击而弃 三日花莲地震发生后 妈妈一度失联 女儿彻夜难眠 等了三天我们家人都没有睡觉 因为天灾 缩性的来好消息 家人平安获救 受困的妈妈回想当时情况 人心有遇 这时候就一把面条 我想说我们都饿啊 我们都一起的这样 因为外国人我们是组 我们看他们就一排队 我们像那名家就一人这一点 缩性九曲洞三日受困惊魂落幕 特索队全力协助脱困 顺利将九人送到指挥所 多名家属笑着流泪 迎接家人平安归来 接着做报道 花莲长镇重创终合公路台八线 沿盘波罗剧情土石银雾弥漫 镜头拉近一看 还有两台轿车卡在随时堆里 黑车车顶都被砸穿 都能透视车内 下午指挥所力拼强通多出路段 却有民众不愿意离开危险地区 特索队员带着水汗 无箱面条挺进河流绿水 露营区救援 经过调查 一名加拿大人士 二号租车前往泰鲁阁 把车停在绿水 人却消失无踪 其他18位民众状况暂时安全 他们不愿意撤离 只要三分钟车程的天翔 但若大地震再次来袭 恐怕演变成特搜队员 冒死抢救的危机 民众最好配合抢救 避免到时还得浪费 精力强制驱离 救难队员亲自说明 行动有多惊险 现在目前收入进度 因为现场它是被许多巨石压埋 所以我们在以消炎剂的方式 先进行破坏 但效益现在目前看起来 是没有非常大 背着重装趴在陡峭 岩壁上前进越接近河窗 才有缓坡 加上余震不定时干扰下雨 云层下降都会影响 特搜队员和直升机的搜救进度 另外在深山堪称 最美森林小学的西宝国校 收困师身居民和游客 总过超过80名 传出断粮情形 特搜队员就马上送来 共80公斤的五项白饭 和五项面条到场 他发现多处断点 遭图事封堵 预计6号 曾抢通他们唯一的上学道路 冒雨搀扶白发 供爬上迷彩卡车 这次强政来袭 不仅全台特搜队骑居花莲 国军地生们也身体力行 替花莲加油打气 就算天遥地动 也不能撼动台湾人的团结一心 记者 林明镜成一录 徐旅请王嘉庆欢迎报道 请王嘉庆欢迎报道